這小孩絕對不會生出來的啊 就是你沒有子宮 你到底要在哪裡長大咧 你沒有地方可以長啊 你大肚也不可能讓你變到這麼大顆啊 你看男生肚子那麼大上面都是脂肪 所以他遲早有一天會說 這個胚胎沒有了 你想要炒新聞也好 你想要賺錢也好 你想要賣你的商品也好 我很想說如果有男生可以懷孕的話 那就請讓男生懷孕好嗎 因為男生你看他們的肚子原本就比我們大啊 對不對 他原本就已經背這個背習慣了 他再背一個小孩也沒有關係嘛 你看我們肚子原本都扁了 我們要背那一顆背十個月 如果說你知道你可能要生兩個 你兩個就輪流背一個嘛 我覺得很公平啊 很合理嘛 我如果覺得真的有 這真的是太好不過了 不要再說什麼女生生小孩很辛苦 或是怎麼樣 女生就應該顧小孩 如果男生可以生小孩 那就不要再說女生一定必須要顧小孩 這句話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醫學東西啊 那就祝你成功 希望你這個是新的 是真的好不好 往腰的部分 他是弄到了 有影響到社會上的一些法律條文 對 所以衛福部要去查這件事情 因為你弄到是醫療 因為我知道在台灣 他的醫療機構的這些髮條 是非常嚴謹的 包括你在販售或是銷售 有關醫療的產品 我都不能寫他的治療的效用 我什麼都不能講 所以你在這部分 我覺得他被開啟了 非常有可能 這小孩絕對不會生出來的啊 就是你沒有子宮 你到底要在哪裡長大咧 你沒有地方可以長啊 你大腸也不可能讓你變到這麼大顆啊 你看你男生肚子這麼大 上面都是脂肪 並不是腸子這麼大啊 都是脂肪啊 對啊所以你哪裡的空間 可以讓你放一個胚胎在裡面 然後還吸你的養分 他要怎麼吸你的養分 你在人體腹腸裡面 如果不是在一個正常器官上面 放了一個異物的東西進去 你身體就是會排斥 你就會發炎 所以這根本是不合理的事情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遲早有一天會說 這個胚胎沒有了 從我以前上你們專訪 或上其他人的專訪 我就有說過 我從來沒有主動去攻擊過任何人 而且我沒有從來就是無中生有的去 說他怎麼樣他怎麼樣 就算我寫了七層的網紅在賣贏 我也沒有點出任何的人 我通通都沒有 然後我後面寫這些時事 其實我都是針對新聞媒體寫出來的東西 他可能會有一些盲點 跟我看下面的網友的一些留言 其實網友的留言跟他們看法 我覺得他們其實想像力非常的豐富 然後我覺得其實就是你會 我會收集到很多不同的看法 然後就把它聚集跟我自己看出來 我就會覺得這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把它寫出來